班机在降落的时候 因为跑道结冰失滑 导致飞机失控 偏离了跑道 41人形容这是生死一瞬间 大雪纷飞 眼前一片苍茫 降落芝加哥的乘客拍下雪白美景时 突然传来一阵惊呼 这架美国航空班机 因为跑道结冰 降落时失控冲出跑道 直到右翼插入积雪才停止 机上38名乘客饱受惊吓 受到北极冷风南下影响 美国中西部成了大型冷冻库 许多地区一夜之间 降下超过15公分的积雪 芝加哥的欧海尔国际机场 也因此取消将近1000架次航班 来到市区各式残雪气聚全出笼 芝加哥气温设施零下6度 比往年同期还低了7度 CNN形容今年老天爷 似乎暗下快转间 强劲风雪也酿成多起车祸事故 为了减少交通意外 蝉雪机来回清雪 有的在公路撒盐 跟着镜头来到卖场 各式抗寒商品大热卖 他们只会出现了 因为每天都会出现了 因为每天都会出现了 一样的冷冻 大家只是在那里 一样的标准